大同集团旗下面板厂华印 爆发财务危机后营运越来越困难 苹果新闻网接获华印员工爆料说 现在连瓦斯都断吹 员工餐厅准备关门不再继续供餐了 华印爆财务危机后 母公司大同也岌岌可危 因此客户供应商为了自救都纷纷绕跑 供应商暂停供货 客户也转单到其他面板厂 华印几乎是风中缠足 不过华印扬煤及龙坛厂 经过前几波大量解雇 还约剩下2000多位员工能正常出行 现在餐厅面临关门 员工都人心惶惶 在资金缺口无法解决下 华印接下来恐面临解散清算 与同集团的绿能同样下场 动新闻综合报导 苹果新闻网推出6题材 每月次晚上8点在苹果台直播开奖 周周送30万奖金 活动谨慎升级会员参加 每周五早上10点到各周四晚上7点可选号 1到33号认选6个数字 苹果单由电脑随机从一选号码组合中挑出一组 保证周周送出30万 来玩六瓶菜周周八大财